大家好,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专题作品 首先为大家介绍,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感温变色标志 我们的感温变色标志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,夜光粉底层 由热熔胶、夜光粉、绿色色粉、黄色色粉所组成 第二,陶生标志 由热熔胶、夜光粉和黑色感温变色粉所组成 第三,警告标志 由热熔胶、夜光粉、蓝色色粉和黄色感温变色粉所组成 接下来,请大家观赏我们的实验影片 在常温的状态下可以看到 我们的陶生标志是呈现黑色的状态 在警告标志的部分是呈现和底色相近的颜色 这时候我们在后方进行加热 可以看到我们的陶生标志渐渐地由黑色转为无色的状态 在警告标志的部分也慢慢地凸显出蓝色的效果 在加热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看到 当温度上升的时候 陶生标志慢慢由黑色转为无色的状态 在警告标志的部分也慢慢地由和底色相近的绿色转为蓝色 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警示效果 颜色 感谢观看